全文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祝福我们的股市一路长红 今天虎年开春的第一天 大盘飙涨了225点 那么今天应该很多人非常的兴奋 因为过年的期间 很多人来索取这份直接停牌的股票 如果到了今天还没有索取 请赶快 因为这份的资料 每一档股票全部的直接停牌 那么在这个行情当中 今天能够拉出225点的一个大涨 接下来这个行情会飙到哪里呢 亲爱的朋友 珊珊老师今天要告诉所有的人 虎年必买的股票 这份大三元的停牌红包小标兵 一定要赶快拿到手 今天很多人直接上车了 都是非常高兴的一天 赶快来拿大三元 这份资料 虽然你看到的是东南西北中发白 那么这边有盖起来 我给你的是完全公开 股民还有代号直接给你 所以希望大家拿到这一份能够让你赚得很开心 那么如何拿到这份资料呢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一个LINE 一个Telagon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agon是股市福建金 或QQ33168 只要你是我的粉丝都能够热腾腾的拿到这份资料 或者是你直接来电话 直接索取 我们会直接给你 还有一个就是LINE的部分在首页 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接的 Telagon的部分 盘中级讯息盘色 演变个股的操作 里周TV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就如同封关当天 我跟各位说 利空会出境 而今天会反映到这个股市上面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大盘的表现 今天大盘直接开高 走高 而今天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是 收盘就是今天的最高点 而今天虎年开红盘 大涨了225点 今天单一K线叫做大阳线奋起 因为封关当天虽然指数是小跌的 但是这个K线是大十字红 那么大十字红建构在次日 能够拉出这一根的一个大阳线 所以名字多了两个字 大阳线奋起 而在当天封关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说到 虽然指数是下跌的 但是我们的K线是红色的 而这个形态学判定为低档明亮星 而低档明亮星 当天我给各位的关键价是17776 我说今天开红盘的当天 要注意这个17776 能够越过那么一切都好 说今天各位看到 直接拉出了一根擎天一柱 这个线加上今天这个量 全部配合的非常的好 量也非常的大 而这根K也非常的大致的红 所以形态叫做低档擎天一柱 那么今天五年开红盘量价齐央 牛年封关的时候 我给各位这个关键价 今天很显然的顺利站上 因为今天收盘的时候 是17就00了 所以呢能够很轻松的 把这个十字红的高点 直接扭转而上 所以这个叫做趋势扭转向上确立 而这样的走势 将有助于我们整个大盘挑战万八 而明天给各位关键价是17806 明天若行情有震荡 只要回测关键价有手 行情一去不回头 风干当天 我有给大家建议 我说今年还有很多的建设 必须延续下去 包括各位所知道的5G的建设 电动车的建设 元宇宙的概念 那么这些主轴在今天都有大放异彩 接下来请看 今天这个图是各类股量价齐阳的表现 所有类股全面红嘟嘟的 而我们再以这个资金比重来看 电子63.6 运输也就包括飞机还有船 这里有12% 金融今天也窜出来了有7% 而今天这三大主轴都在动 证明这个行情真的很实际 因为各位知道今年开始要升息了 而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在边境解封了 所以造成今天运输股开始动 而今天电子主群里面最大涨幅最多的 也就是5G还有基地台还有网通概念股 这些所有的一切 珊珊老师在封关当天都有详细的论述 那么现在请看 今天看到这两只股票 很多Telegram的粉丝一定非常的开心 因为在盘中的时候 当时资源在这个价格 逊州在这个价格 我已经贴这份资料 与Telegram的粉丝来分享 而到了收盘的时候 各位才发现 原来当时你能够认同的话 这边买 今天现买现赚 而逊州今天收盘收更高 这个是网通的一个族群 这个是IC设计 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源 早上开红刷下来 再反手拉抬 新会员先为自己掌声鼓励 珊珊老师有一直邀请大家 去年的金牛年长了1800多点 而这个虎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威猛的一个动物 那么这个虎不会输给牛 所以你看 今天新会员买在这里 非常的开心 现买现赚 不管你用什么角度看 珊珊老师今天更要告诉大家 这档除了是IC设计 它还进军了车用特殊晶片 特殊晶片 我说IC设计最珍贵的是 它的脑矿 当时 这天封关当天 我有跟各位说到 我说盘中 我已经调节部分持股获利落贷 其余基本持股报警报好 结果 当天我用这个现行来提醒所有的人 虽然你们看到这个K线是黑黑的 但是它只不过在这边进行了一个封关的时候的一个卖压 但是它的一个形态学并没有转变 所以我为这个股票画了两条线 这个两条线代表叫做连续线 而我特别介绍它的体材叫做客制化晶片 设计无极限脑矿最珍贵 今天看来真的 珊珊老师脑矿真的也很珍贵 今天这次股票敢买的人现赚十几块 你说对吧 更何况有新参加的 今天这档就是我唯一脆评重选的 买黑买的很优雅 现买现赚 而接下来我们看 今天这档股票拉出了一个非常长的线 这个角 包括这个 一个肚子的部分叫做碳底线 所以这个股票 接下来各位注意了 什么时候能够越过220.5 这档股票只要一旦滚量喷过这个价位 它将有机会再来扣这边的高点 所以这档股票 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上车的机会 那么很多人在这边问我 这档股票未来到底有多大前景 我想我之前有po到我的赖的首页 这个股票它是属于联电集团 而联电集团它现在呢 有个策略联盟 他们呢要推了一个不管是车用的 还是很多的不同层面的都有很多的一些珍贵的资料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看 可以到我的赖的首页播一播有这篇的研究报告 接下来 当时我讲了青州已过万从山 一山还比一山高 这只股票今天看来成为我们盘面最红的叫做网通概念股 今天有多档的网通概念股 如果这一档你还要买 可以来问我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那如果你还想要买网通概念股很简单 这里面其中有 那你现在赶快把握机会 好好的上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当时在封关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说到 我说这张股票呢 我部分的换现金 部分的换股票 那有现金也有股票那么都可以 那有钱有标股最棒了 今天看来 珊珊老师真的很有智慧 让会员能够安心过年 也能够报标股 然而当天我这么解释 这个股票这个底打得非常不容易 这个是好几年的一个大底 还有包括前面的 那么我在光讲这一段 各位都知道我在讲它叫做晚行底 那么来到这里呢 有人想要过年前下车 所以造成的这边好像短线的波动 那么珊珊老师从这个地方开始买起的 所以当时呢 我也在调节部分的持股 但是母股一定要报好 这张股票我给大家一个口诀 万般打底位喷出 它是5G无线网路 还有智慧电网 今天来看 哇红嘟嘟的 各位想这个十几块的股票 能够形成这样 在这一段越来越多人挤进来 表示这个是一个潮流 那么各位去想 5G的建设很简单的道理 网通基地台 那么这档股票只有十几块 后面具有很大的爆发力 请看 当时我用这个图来提醒大家 对不对 这个底要花多少时间来打底 那么打了这个底 现在已经喷到这里 这是当时的资料 现在喷到这里 所以只要越过这边的高点 这股票直接喷了 所以这档股票呢 元宇宙车用最关键的 就是网通答案揭晓 这样了解吗 好我们来看下去 No.1 台湾的No.1 叫做探针 那么这档股名叫做中探针 今天也是这样开始的滚动了 我们来看它的现行 这边经过一波的一个震荡之后 形成了一个小收敛 那么这里曾经有大脚进来 目前在这边开始足底 开始形成的收敛状况 今天出现第一根的红黑 那么明天能够突破这边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喷出了 所以这档股票 我过去有介绍过它的体材 那么如果你还不了解 也可以好好去播播我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再看 有什么股票可以让你在虎年很开心 这档股票今天呢 真的是风风雨雨乘风破浪 收到环球镜 它要合并的破局案 所以造成今天很多的细晶元 全面的走跌 但是这档股票叫做汉磊 第三代半导体 早上被影响了 但是后来呢 开始走它自己该有的路 因为在这一段的当中 要下车人都下车了 所以呢 法人开始在这边滴街了 所以形成了这样反手拉抬 今天这个点位啊 说实在的 最后抄底的好买点 环球镜 它只是要合并 合并破局而已 那并不代表环球镜 细晶元没希望 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听到 利空就利空 利多就利多 那么早上把这些股票 砍到低点的人 应该想说 回头一看 怎么又拉上去了 来 今天这个角 有没有很长 这个是标准的碳底线 碳底线不分红不分黑 我只是告诉你 这根线有意义了 能够在环球镜 这样的一个利空之下 能够形成这样的走势 所以呢 这种股票这里呢 可以视为短线上的一个落底点 所以这种股票 各位拭目以待 第三代半导体的老大哥啊 尾盘又吸引大脚来买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张股票叫做预创 今年其实有很多的题材 各位常常听我在讲5G啦 然后元宇宙啦 电动车啦 那这个公司很简单 不管你这边的层面 你都要用到记忆体 这个公司刚好符合一个叫 立基型记忆体 立基型记忆体 现在开始有人说 开始呢 以后呢 开始呢 要炒这一块 为什么 因为你很多东西 没有记忆体是不行的 你说你要车车也要记忆体 你元宇宙也要记忆体 很多东西都需要的 所以各位来看 今天呢 已经有人开始进来买了 这个量比封关当天 还要来得多 立基型记忆体 加到元宇宙概念 当时在封关当天 我也跟你们讲过 我有请各位注意哦 虎年大商机 商人只要有商机 必定能够为大家带来钱财 否则为什么叫商人 而当时我画这个箭头 今天比对一下 哇 红嘟嘟的 这个呢 我今天在标两个圈圈 这两个圈圈代表是 此区的一个主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股票缺什么 缺这种 叫做量能 红柱子 缺这种 现在它在这边形成了一个盘整 连续的几根线都在处在这里 而现在开始呢 只要低就有人拉上去 低就有人拉上去 所以这种股票各位要注意了 不管你要立基型记忆体 不管你要元宇宙 这个公司它已经告诉你 它做了很多布局的层面了 所以今年各位好友要赚钱 一定要敢买这些未来的主流体材 接下来 这两张股票 让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做宏达电 这叫做威胜 一大早宏达电跟威胜 受到美国他们元宇宙概念股 好像有波动 结果这个股票开低了 可是开完低之后 开始物超所值 有人反手拉抬 你们看今天这种股票 从这边拉到这边有多少 也是将近了8% 这种股票在这里出现了低阶买盘 威胜也是同集团的 更何况打下来 既然在低档爆量 各位看这个量 我现在举例其中一档 拿K线给各位看 这个股票叫威胜 这个记号 它是标准的一个低档T字线 为什么会这样子抖动抖动抖动 低档T字线 而再以这个量能来看 它是近期的一个大量 所以打到这边 开始出现了一个低阶买盘力 那么这些人在做什么 他是买未来的主流 买未来的商机 所以想要霸占这种商机的人 现在你就要好好的霸占 接下来 各位都要讲车车 车车很简单 尤其电动车 现在要用的就是电池 那么电池 我还是看好这个沙奇马 沙奇马 今天小小的温吨的涨 但是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会放大 叫做量能 只要这种量能放大出来的时候 这边开始就会反转 走一波他该走的路 因为各位都要探讨电动车 但是电动车 它的相关领主件非常的多 尤其电动车不一样的燃料 就是电池 所以各位要留意了 将来这一块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接下来 我要请所有人注意注意再注意 跳跳虎标股 请你赶快想办法来拿到 大三元的直接听牌的股票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份的资料上面会帮你写 东南西北中发白到底是什么股票 包括自摸股票到底是哪一档 股民代号全部一次给你 没有拿到的赶快把握机会 所以最后杉杉老师要告诉大家 赶快拿到大三元 你的人生就是大三元 而且虎年的标股全部在这里面 祝福所有的人 股票虎虎生风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赚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